繼續是特別策劃鎮館之寶 這一站我們來到南越王博物園 聽說它的鎮館之寶出土於毛主人南越王的右眼位置 林岳軒帶我們來看看 在廣州市人民公園有一處城市原點標誌 龍飛鳳舞造型獨特 細心的人會發現這個標誌 和南越王博物園的遠輝生得一模一樣 沒錯 它們來自於同一件鎮館之寶 這就是我們的鎮院之寶 它叫做透雕龍鳳文重環玉佩 透雕指的是它的工藝 玉佩中間有一些是鏤空的設計 重環指的是它有兩個圈 內環跟外環 透雕龍鳳文重環玉佩 1983年出土於南越文皇帽主觀室帽主 召沒的玉衣面罩上 在古代中國文化當中 龍和鳳經常被視為陰陽和諧的紋色 這件玉佩使用清白玉 內圈居中透雕遊龍 外圈透雕一隻鳳鳳 鳳鳳回眸迎望遊龍 龍鳳好像在南南低雨 有著龍鳳呈長陰陽協調的美好寓意 因此被選為南越王博物園的遠輝 據說這件文物出土於南越王的右眼之上 這有什麼寓意嗎 首先是牧主人他的左右兩隻眼睛 其實都是放了玉佩 那這一件玉佩呢 他是放在他的右眼上方 當時是以右為尊 所以可見這件玉佩 它是更為的尊貴的 在當時呢 龍他是被認為 他是通天地人的 所以牧主人把這個玉佩放在右眼上方 是希望自己能夠看到另外一個世界 就他們認為玉能夠使師生不朽 引到靈魂升天 所以我們在南越王的這個墓葬當中 是使用到了非常多的玉 包括他身上穿著的就是這件私旅玉衣 總共是用了2291塊玉片 千年磨麗 溫潤有芳 在古代 玉是禮的象徵 比喻的是君子的品德 代表的是女子的美好 神龍一飛沖天 鳳凰玉火重生 龍鳳同時出現寓意天下安寧 自古以來 中華民族就將天下安寧 和和諧統一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廣州電視記者林鶴謙報導